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有河口铁路 公路和金水河三个国家级口岸 红河是云南经济社会和人文自然的缩影 是云南近代工业的发祥地 也是中国走向东盟的陆路通道 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 重点招商的项目和产业 第一个项目是国际诊疗中心建设项目 第二个项目是纺织药及中药研究中心项目 第三个项目是公共海外舱及运营中心的建设项目 第四个项目是PCB的生产项目 第五个项目是ITO的把财生产项目 自贸试验区红河片区出台了招商引资20条政策 在用地保障 税收奖励 通关便利化等方面 都制定了优惠的投资政策 国家级蒙字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优惠政策 从建设用地 财税支持 用水用电 项目扶持政策激励等方面 都会给予最大幅度的奖励和倾斜 红河州委州政府是牢固树立了 抓营商环境 就是抓生产力 抓机遇 抓发展的理念 以一部手机办事通为平台 大力推行会议协调 并联审批 互不前置 负面清单管理的项目审批模式 推行了互联网加监管 深入开展营商环境评价 全面实施好差评红黑榜制度 着地打造 办事不求人 审批不见面 最多跑一次的一流营商环境 全力支持好 服务好企业 在手下宅环境下的地位置 最后一会议就有礼物 最后一会议的一流营商环境 只要一会议的一流营商环境 好减轻的一流营商环境